哈囉各位Mobile 011們大家好 我是艾薩克 今天呢我們來到義大利試駕 我身旁這一輛 BARRIE PRO SANGRE 這台車呢是BARRIE首次推出的四門四座 而且它的格局是接近SUV的超級跑車 而且呢它搭載的動力單元是 6.5升 V12缸的自然進行引擎 它還有很多非常厲害的技術 我們在這一次的試駕裡面 再來一一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接著來看下去吧 好那我們接著來看這個BARRIE PRO SANGRE 那個內裝的格局呢 它前面有一個這個 滿明顯的儀表台 然後呢在這個副駕駛座前面呢 它那前面也有一個螢幕的設計 然後螢幕的兩邊就是這個出風口 駕駛跟副駕駛座前面這兩個區塊呢 我有相呼應的這個感覺 進來車子裡面呢 第一個會發現說 它的隔音其實滿好的 剛在車外聽這個引擎聲浪還滿明顯的 可是進到車子裡面呢 可以發現它這個對外面聲音阻絕的效果還滿好的 好首先來看這個儀表呢 它是一個就是 全尺寸液晶螢幕的這個數位儀表 但你也可以就是透過 譬如說你可以接 你的iPhone啊 或者是Android系統的手機 然後透過無線或者是有線的方式 連結Apple CarPlay或是Android Auto功能 然後連結之後呢 它就可以把導航螢幕呢 或是一些功能 投射在儀表板裡面 既然沒有中後螢幕 然後中間這個旋鈕是什麼呢 其實也是一個螢幕 平常它這個螢幕是熄面的 如果說你就是觸碰一下 可以看到這個按鈕是會升起來 然後目前呢 功能它是這個 預設的功能是空調系統 你看轉一下 它可以設定溫度 或是你按這個 風扇的這個圖示 轉一下 是可以設定風量 這邊也可以就是 設定這個出風口的方向 那當然這個不光光是 這個空調功能而已 所以說你看這邊 你按這個座椅的功能 欸沒有看到 這邊你可以 切換這個加熱座椅 或是通風座椅的這個功能 或者是按摩座椅 也可以從這邊來調整 哦 這樣一轉就馬上 這個背部就有感覺了 另外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排檔座 它也是屬於這一種 就是線傳式的排檔座 那跟以往就是法拉利的 這個車款一樣 你換檔呢 就是透過這兩片 還滿大片的這個換檔撥片 來進行檔位切換 那法拉利呢 近代的車款呢 都有這一個 功能模式的這個切換按鈕 那在這一台普通三軌上面 它總共有五個模式 看到分別你看 我這樣轉了一下 它體表也會出現對應按鈕 它包含有這個雪地模式 濕地模式 還有這個舒適模式 運動模式 還有一個就是把這個 ESC OFF的這個模式 好當然呢 在這些模式之外呢 我們只要這個按鈕 它上面有一個避震器的圖示 以往呢 這樣比較早期的法拉利 它會把這個避震器的這個功能 再另外獨立出來 不過呢 這次啊 它就是直接就是把這個 避震器的這個軟硬調整的功能呢 做在這個按鈕裡面 你看它按了一下以後 有沒有看到 它可以調Soft啊 Media 然後在這個combo模式裡面呢 它只有Soft跟Media 如果說你呢 調在Sport模式 它就變成有三段功能 它就是有這個Media Soft 跟Hot 好 那至於呢 這些模式呢 跟這個避震器的軟硬 開起來怎麼樣呢 待會上路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當然呢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說 這台車的後座乘坐空間表現如何 它的後面呢 是這個獨立雙座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座椅後面 還做兩個那個凹陷的這個空間 然後呢 在中央呢 也是有個扶手 然後這個扶手中間 也是有跟這個前座一樣 會有一個這個旋鈕 包含說空調啊 然後這個座椅加熱這些功能 像我身高176公分 我坐進去以後 我是覺得頭部空間還算可以 尤其是西部空間 真的是大上不少 那像以前的法拉利 也有出過這種試座的車子 譬如說像這個GTC4 Russo 它這台車呢 它也有這個後座的設計 不過呢 這台車呢 它的這個西部空間 倒是大了許多 那當然呢 狹不言語呢 這台車呢 我覺得空間的這個規劃 還是有些加強的地方 包含說 它這個後座的椅面呢 就是不夠長 如果說你坐長途的話 當然你的這個腿部支撐 可能會沒那麼好 另外呢 就是它這個座椅呢 它的這個設定比較直挺 可是呢 各位想一下 就是你開著法拉利 可以這樣子四人同遊一起出門 而且 又有這個四個車門的設計 這個的確呢 在好幾年前呢 是根本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我相信呢 所有的網友都很好奇 就是這一台 Prosanquay 畢竟它的這個體型 跟以往這個法拉利 要強調這種低趴 低風阻 輕量化的這種設定 那這台車呢 跟以前的法拉利比起來 根本就是龐然大悟 那它要如何做到 又可以帶給你這種 經典法拉利的這種 駕馭的精神呢 好 我們先來從它的這個 引擎系統來說起 在Prosanquay呢 它目前搭載這個 單一動力設定 就是這個 6.5升 V12缸自然進氣引擎 好 我們來聽一下它聲浪 它這個全油門這樣吹下去 真的是 這個12缸真的是天籃 所有的車迷 我覺得聽到這個聲音 真的 耳朵都懷孕了 聽完這個聲浪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個引擎系統的動力的數據 6.5升 V12缸自然進氣 它最大動力是725匹 扭力也超過70公斤 它在這個轉速 2100轉之下 2100轉有多低呢 其實我現在我稍微踩一下 我就輕輕鬆鬆突破3000轉 2100轉呢 幾乎是你在這種市區內行駛 再多一點點油門的這個轉速 它就可以輸出 在8成左右的動力輸出了 可以說是這個大排氣象自然進氣引擎的優勢所在 然後呢 它的這個數據表現方面呢 0到100加速3.3秒就可以完成 0到200呢 也是10秒左右就可以完成 行速超過300公里 所以對這一台SUV 設定的這個PRO上櫃來說 它的這個動力表現真的是不同反響的 好我們要對應這台車的這個車重 畢竟它這個體型比較大 而且車重超過2公噸 要如何讓它就是可以發揮優異的這個駕馭表現 當然這台車的那個秘密武器呢 就是說 它有這個四輪的主動式懸吊系統 當然有人會說主動式懸吊系統有什麼了不起 法拉利不是有F1車隊嗎 利用F1車隊的技術然後下放在這個四軸車上 不就好了嗎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就錯了 那目前呢這個F1的這個賽制的規定呢 這個賽車並不能使用這個主動懸吊系統 所以說呢其實呢 在PRO上櫃它搭載這個主動懸吊系統 它其實呢這個技術面 比起F1賽車的這個懸吊系統 是還要來的精密許多 當然我們不能直接這樣子 拿市售車跟這個賽車來相比 這個利基點有點不太一樣 可是呢它這個主動懸吊系統呢 它的原理是什麼 我們如果說從這個結構圖來看 懸吊系統的下半部呢 它有一個很大的模組 透過這個48V的輕油電系統 所驅動的一個電動馬達 電動馬達呢它就是可以帶動 阻尼內放的伸縮 可以快速的調整避震器的軟硬度 如果說大家對於說那種改裝避震器 稍微有概念的話呢 有一種改裝避震器呢它是可以用手動 機械式去調整阻尼的軟硬度 它跟這種電子式的阻尼軟硬度的 調整的這個原理 其實有一點不太一樣 如果說我們要把這個原理呢 套用在普通上軌上面呢 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 可以快速調整的機械式的避震器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這台車畢竟它車身比較高而且比較重 加上對應那麼大的動力 所以說你需要更快速的去調整 這個避震器的軟硬度 可是呢你如果透過這種 電子式的避震器的調整呢 它其實它所調整的速度 跟它調整的強度 對應到這台車上其實 並沒有辦法達到它的需求 所以說呢它就是同時融合了 電子式的快速調整 加上說這種傳統機械式 調整避震器的方式呢 可以就是讓這台車 很快的就可以達到說你的需求 所以我前面也講說 它這台車駕駛模式 選擇以後它還有一些 軟硬度的調整 那這個軟硬度調整之後呢 當然我們在這種速度不快的 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也沒辦法說很快的 就是很明顯的去區隔說 它這個軟硬度到底有什麼差別 可是呢我們現在在這個 山路去來行駛的時候 它這個軟硬度調整的優勢 就已經來了 當然呢你速度越快 你會覺得說車輛這個側傾 的這種幅度會越明顯 而且呢你進彎的時候呢 這個推頭的這種反應 也會比較出來 可是呢當我把這個避震器 調到那種比較硬的模式之後 剛才講的那些感覺 其實立刻消失了許多 我覺得這個就是 這台車最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四組避震器四個輪子 它都可以針對說各種路面 不同的彎道的角度 或是路面的起伏 然後來去各別做獨立的調整 所以說你在這種山路開車的時候呢 雖然你會覺得說 我是坐在一台高底盤的車子上面 可是呢在過彎的感覺 又跟這種傳統拔麗的跑車 這種低怕跑車 可以帶給你這種很貼地的 這個操控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這一台這種 Pro Sun軌它所搭載這個主動避震器 最厲害的地方 所以說在像我 在目前駕駛的在這個 比較狹窄的這個山路裡面呢 我覺得開起來還是可以讓人得心應手 而且呢可以徹底的把這一台車 這種12缸的這個動力優勢 給完整的發揮出來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用比較簡短的方式 來跟大家分享 這台Pro Sun軌試駕的感受之後呢 當然這台車呢 我真的覺得說 就是開過了那麼多乏力 這台車真的是給人印象 相當深刻的一台車 因為呢 它不僅符合現在的趨勢 就是推出一台休旅車 讓你給你比較多的座位 比較多的空間 你可以帶著家人或是朋友一起出遊 當然呢 這個空間的表現 是以往的乏力 沒辦法帶給你的 在Pro Sun軌上 這個地方表現得相當好 開乏力呢 就是很多人就是注意 注重它的這種駕馭感受 我相信這台Pro Sun軌 帶給所有就是開過它的人來說 它的這個駕馭感受 也是相當好的 相當就是這個回饋的 是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當然呢這台車呢 如果說各位網友看到這個影片之後呢 有心動想去訂的話 我覺得現在訂車的這個時間 應該要等滿久了 因為這台車自從推出之後 這個受到的這個市場反應相當好 當然這個也是我這一次開過之後呢 我真的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市場反應那麼好呢 這個真的是不用毋庸置疑的 當然這台車可以帶給你 比以往傳統乏力更多更好的駕駛或是乘坐感受 最後呢 如果各位網友呢 就是還要進一步了解在Pro Sun軌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當然在網站上 我們也有文章來進一步 詳細的跟大家解說說明 如果各位網友們呢 就是對在Pro Sun軌 有什麼想法 或是你就是還想知道什麼話呢 也歡迎在這個下方留言處 留下你的意見跟看法 最後呢 大家也別忘了就是訂閱按讚 分享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回見囉 希望也會帶來更多更棒的這個試駕報導 掰掰